大家好 我是小冬 小丽呢 现在还没起床呢 现在十一点多了 昨天晚上他直播到 十二点半了 然后孩子又不睡觉 弄到两三点睡觉 现在呢 给他做点饭 做点午饭 刚才去街里给小丽买了点 猪肠 还有猪头肉 还买了个老醋花生 小丽特别喜欢吃这个 一会儿了 我们吃一半 剩一半晚上 留给他的我爸妈 再吃一点 现在这个锅应该是水开了 水开了 熬点米粥吧 放了点米 熬点大米粥 夏天喝这个 比较凉快 再给小丽炒两个土豆吧 这个是我爸妈买的土豆啊 买了很多 因为我家是做鸡蛋冠饼的 所以买了特别多 拿两个大的吧 这个 还有这个 拿着两个 这个坏的这个是 没事 也能吃 拿两个这个 好了 给小丽炒一个土豆西红柿 再加点葱 炒一个酸甜口的菜 好了 好了 菜都切好了 现在开始炒了 炒好了 那个米汤也好了 现在开始吃饭了 做好了 有 小肠 土豆 还有老醋花生 馒头 配点米粥 好了 现在去叫小丽吃饭 小丽啊 起来吃饭了啊 饭给你做好了 起来吧啊 过来过来 吃饭吧坐这 吃饭了 那是什么呀 猪肠 尝尝 猪肠 我喜欢吃猪肠 还有老醋花生土豆 给 吃个馒头给 要吃一半吃一个 先吃一半 我炒菜还好吃吗 好吃 谢谢 小丽 被我叫起来 开始吃饭了 现在 十二点了呀 马上 我也开始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看我们呢 记得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